前陸軍上校向德恩服役期間簽下投降承諾書 一旦兩岸發生了戰爭 會堅守崗位為祖國效力光明正大投共 法官認定他收受56萬元的內印費貪污罪成立 判刑7年6個月 這張關鍵的照片 上校拿著投降承諾書 笑容滿面的和勸他簽名的少姓男子來合照 看看承諾書的內容 本人在此宣示支持兩岸和平統一效忠祖國 一旦兩岸發生了戰事 本人會在自己工作崗位上 盡自己能力為祖國效力完成統一和平的光榮使命 反觀調查上校和孝系男子在2011年時認識 幾年之後上校因為和老婆鬧離婚 心情低落想要退伍 孝系男子介入安慰 還有稅數會幫助升遷 結果兩人分別在2019和2020簽下了兩份承諾書 上校坦言 以每個月內印費4萬元的代價 要為中國效力 告誡軍官坦承收受賄賂貪污罪成立 四百並繳交實際所得新台幣五十六萬元 依貪污治罪條例第八條 第二項規定減輕其行 兩度簽下投降承諾書 上校在任職期間 雲諾要傑助多多吸收統路人 已經接觸的同袍有哪些名單有誰 也將是下一步要追查的重點 3D新聞連貫至朱宇榮高雄報導 7삼稿 3196月